春雨丰沛日照竹花莲建筍农产大丰收 现在正式产季 价格相对的也稍微下降了 不过不少摊贩农民反映说 目前销量欠佳 希望可以刺激买气增加部落的农产经济收入 熟练的把刚采完的建筍剥壳清理包装 建筍农平均五分钟就能剥好一斤的量 虽然今年雨水多日照竹建筍产量大增 品质也比去年好 但目前销量不佳 农友也感到无奈 一天最多采多少斤 一百多公斤 如果有人订的话 有人订的话一天就会卖完 如果没什么人订的话可能要两天 可能就要放着 要放在冰箱冷藏 今年产量很多 但是销路不好 我们也是靠我们的孩子在外面 叫我们帮我们的东西推销 除了靠亲朋好友协助推销 建筍农民也提到 产季期间平均两天上山采收一次 最高采收一百多公斤 而每一次都要在清晨五点上山 平均一天工时至少十二个小时以上 山上的野生动物也是威胁生计的因素之一 山上现在动物差太多了 有时候 我们也不见得有 有孙可以采 因为都被动物吃 比赛开始比较快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早 而且我们每天放鞭炮 早周晚都要放鞭炮 我们这个换好了 还要去山上放鞭炮 根据农会统计 目前光丰地区建筍总面积约120公顷 每公顷约3000公斤 总产量至少在36万公斤左右 除了免费提供帐腾 让农友展受新鲜现材的建筍之外 由于受到COVID-19疫情影响 听办了许多大型的产销活动 而转由部落深度体验之旅来替代 而今年光丰地区农会也会收购加工 稳定价格 同时也鼓励民众多多购买 促进部落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 记者时宇蓝光复 车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